黄金岁月将进入大结局 在剧中林伟军饰演变脸后的罗亦菲 最新的剧情中 罗乔伦要把他害死 不料却失败 他被送进医院躺在病床上 角色的结尾尚未收尾 林伟军就确诊了 他在脸书发文表示 用确诊意外画下这阶段性任务的据点 虽然有些可惜跟遗憾 但告诉自己 安然接受生命中所有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林伟军最后也不忘感谢剧组 所有人员以及长官的照顾 让他有机会能够重返八年党 顾顾吸引 同时也透露未来动向 表示接下来就可以回到 我热爱的瑜伽练习和教学 也可以好好陪狗儿子 期待未来不同的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